有点早安 你好 我是方燕迪 今天是7月31号 星期三 我们一开始当然还就要带你关心天气了 见两早 燕迪早安 昨天台北是来到了今年的最高温 37.9度真的是非常的热 那么接下来天气会一天比一天还要热吗 把时间交给你了 是的 燕迪 今天各地区温度都还是会蛮高的 像今天早上8点呢 可能有些地区这个温度就已经来到30度了 那今天中午各地区高温大概还是落在33到35度中间 像台北地区今天还是有机会挑战36度的高温的 那整个7月份呢 台北超过35度的天气已经来到15天了 比历年来这个整个7月份超过35度的天气 还要再多出这个4天 所以今年的台北真的是比较热一些 所以提醒你这个中午出门呢 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地面天气图的部分了 今天呢 这个太平洋刚才还是比较弱一些 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 尤其是靠近山区的位置 这个午后雷阵雨还是会蛮明显的 加上这个南面的水汽还蛮多的 上来之后整个屏东 台东地区啊 今天一整天呢都会有这个短暂新的阵雨 不局限在这个中午过后了 所以提醒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 今天一早出门呢就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热带线地气啊 已经逐渐的已经来到这个南海的位置了 但目前看起来有机会形成一个轻度台风 但未来呢持续地往西北方向走 并不会影响到台湾的 所以可以不用太担心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定量降水图的部分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雨势呢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中部还有南部的山区 这个雨势主要都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像是这个新竹的山区 或是这个南头的山区降雨都是蛮明显的 另外这个南面的水汽上来 像是这个屏东地区还有台东地区 今天一整天都会有这个短暂新的阵雨 所以提醒你今天出门呢 还是记得攜带雨具会比较保险一些 那这个午后雷阵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这个天气的预测了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温度还是蛮高的 太平地区高温来到36度 那中南部地区来到34到33度 东半部地区因为有一些短暂新的关系 所以温度呢稍稍低一些来到32度 但今明两天都还是这种午后雷阵的天气形态为主 可能要到礼拜五开始 这个太平洋高压增强了 这个天气稳定下来之后 这个北部地区东半部呢 就转为这种倾倒多云的天气形态了 那中南部呢这个午后雷阵雨 大概也只有山区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大概市区呢就不太会下了 所以在仁安两天 这个午后雷阵雨 陶渊的天气呢就会比较好一点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区26到36度 降雨几率10到30 桃园新竹苗栗地区26到34度 降雨几率30到50 台中交化南投地区25到34度 降雨几率30到50 云林嘉义台南地区26到34度 降雨几率40% 高雄屏東澎湖地区26到33度 降雨几率0到30 宜蘭花莲台东地区26到33度 降雨几率10到60 连江金门地区25到32度 降雨几率是0 好 接下来我们关心到农民地的部分 今天是农民地的6月24号 今天属龙的朋友要特别小心跟留意了 那今天很适合是祭祀跟结婚都相当的合适 那像东途跟破谱就不太 就尽量避免了 那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 我们今天在现场交还给燕迪 哦 呼嚎